提到比特币可以说很多人对其并不陌生 因为最初在比特币刚刚出现的时候 仅仅是作为虚拟货币存在 无法在现实中进行交易 可是曾经在2009年 英国一名小哥用了一周的时间 花费130美元就挖到了7500枚比特币 随后将其全部存储到了一个硬盘当中 由于当时比特币数量太多 而且价值并不高 因此并没有将其放在心上 可是随着比特币的价格不断上涨之后 这名小哥在2013年 因为女友收拾房屋内的垃圾 随口问了一句 有没有要处理的垃圾 然后他便打开了抽屉 把其中一个硬盘当垃圾扔掉 因为在他的记忆中 被丢掉的那个硬盘 已经是空空如也 没有什么用处了 说明此人早已忘记 自己曾经在硬盘中 存储了7500枚比特币的事 直到第二天的晚上 这名英国小哥才想起来 被自己丢掉的那个硬盘中 还存有大量的比特币 即便如此最初的时候 这名小哥对于比特币 也没有太过重视 直到看到有人通过卖掉 手中的1000枚比特币 购买了一套价值40万美元的公寓 这可让他坐不住了 马上到垃圾处理厂 找到负责人说明了情况 并且希望可以帮助自己 找回那块硬盘 可是负责人却表示爱莫能助 因为这座垃圾厂的面积 实在是太大了 相当于15个足球场大小 可是这并不能让英国小哥 彻底死心 随后他又通过相关技术手段寻找 希望可以通过地图 找到自己的硬盘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垃圾厂并不会因为丢失了 一块硬盘就停止接受垃圾 这就导致垃圾厂的垃圾越来越多 也意味着这名英国小哥 找到硬盘的希望越来越渺茫 随后这位小哥 与自己的女友和孩子 也彻底分开 专注寻找硬盘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 完全是因为到了2018年 比特币的总价值突破了上亿美元 因此也让这名小哥开始疯狂寻找帮助 曾经还计划给英国政府捐款7000万美元 让其帮助自己寻找硬盘 并且在找到之后帮助他恢复数据 可是却被英国政府直接拒绝 毕竟此人多次找到相关部门 扬言自己有7500枚比特币 然后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 英国如何能相信此人说的话呢 更为重要的是 按照如今的价格 7500枚比特币总价值 大约在5亿美元左右 可是由于曾经将比特币当垃圾丢弃 至今英国小哥依旧是穷光蛋 甚至还落了一个妻离子散的下场 可是因为丢弃比特币这件事 却让此人成为英国的名人 戏称是最粗心大意的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